信息记录册 137 1352 那就要打电话是不是 1352 问题是我们要问什么呢 要打通了 喂 喂 喂 你好 你好 你们终于回电了 我有件事情一直想问你们 但是我要先确认你们 是蜜桃花剧生的人 是的 要要 听说花剧生的成员 最难熟的就是快速 说完一段绕口令 你们都能做到 我就相信你们 没问题的 肯定可以的 好像有个女生 我刚才听到了 好 来 女生 女生来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 爱吃红鲤鱼 与绿鲤鱼 鲤鱼的出租车司机 拉着苗族土家 拉着苗族土家族自治粥 爱喝自治的刘奶奶 榴莲牛奶的骨质疏松 正患者 遇见 憋着喇叭的哑巴 打败咬死山前四十四颗 死色柿子树的 四十四只 死石狮子之后 碰到年年练刘娘的牛郎 念着灰黑灰化肥发黑灰灰发 走出山岗 官方网站设置组 到广西壮族自治区 首府南宁市民族医院就医 读到这一天就读成花卷 首封上院 下面我请下一位 来 弟弟 这是你 今年六十六岁 喜欢发废话又爱花花费的 刘老六的学校 去看全校师生 画红凤凰在粉红墙上 并看他们一起读了 巴拉 摆了 飙了 冰了 笨了 北了 坡 你这样读到这一天就读到这一天 你是我们 红鲤鱼家有头小绿鲤 叫鲤鲤鲤鱼 绿鲤鱼家有头小红鲤鱼 叫鲤鲤鲤鲤鲤鱼 鲤鲤鲤鱼说他家的鲤鲤鲤鱼 要比绿鲤家的鲤鲤鲤鲤鱤鱤鲤鲤鱼 鲤鲤鱼说他家的鲤鲤鲤鱼 要比红鲤鲤鱼家的鲤鲤�鲤鲤� 不知道是红鲤鱼 比绿鲤鱼加的鲤绿 还是绿鲤鱼 比红鲤鱼加的鲤鱼 你肯定就是 米桃花军社的成员了 是我们 是我们 这个才是王长 是这样的 十五年前的八月二十号 民主节的前一天晚上 桃小柯出意外之前 你们花军社的人 一直和他在一起 只有你们知道 那个新的真相吗 所以明天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是 新一波入社的社员 所以我们也不是 特别的清楚 都过去了 对了 之前我 那王大爷的本尊 进回了场发生 你们提醒王大爷 收一下 好的 好的